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到去年 每天都会梦到 做噩梦 做得特别真实的 就是被人追杀 或者是 身边全是火 全是在做这种噩梦 躺在那个换药室的地方的时候 他们医生就会让我把眼睛闭上 那个灯就是医药用的那个灯 就是红色的光 我一闭眼就很害怕 我有好几次一闭眼就会被吓哭 2012年周妍在母亲的陪伴之下 来到北京的一家整形医院接受治疗 从此这间不到10平米的病房 就成了她的家 在周妍的床头贴着一张附件练习表 这个表里一共有30多项内容 比如说握拳 曲肘 皱眉 闭眼 这些对于常人来讲 真的是不假思索 无比简单的动作 对周妍来说 却是一道又一道 特别难攻克的难关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周妍 四年前她曾经是轰动全国的新闻人物 2011年的时候 当时年仅16岁的合肥高中女生周妍 在家中被追求自己的同学陶乳坤 破汽油 纵火烧成了重伤 当时在网络上流传着一张周妍青春的照片 水汪汪的大眼睛 特别的美丽 所以美貌和毁容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令很多人扼腕 所以一时间合肥少女毁容案 也成为了全国媒体聚焦的热点 虽然捡回了一条命 但是周妍不得不面对全身28%面积的受伤 19处大大小小的疤痕 新闻的热度玄机就过去了 而留下来的路周妍呢 必须独自走过 现在四年的时间过去了 16岁的小女孩 已经长成了20岁的大姑娘 可以想见 这四年对周妍来说何其漫长 每一天都觉得整个 从下巴这个地方开始 就像有千金的那个坠子 再往下坠着我 我想抬头都不行 抬不起来 我没有办法像正常人一样的 想怎么歪就怎么歪 或者是说像正常人一样子 想怎么笑就怎么笑 嘴巴没有办法正常的张开 疤痕是在夜晚长得更厉害 所以说我跟我妈 之前一开始都不睡觉呢 就是你在跟她比速度 所以你要白天睡 但是白天其实也睡不着 坐附件嘛 你也不能停 那种日子过的就是让你觉得 今天过完这样 明天还是这样的生活 每天都是这样的生活 当年案发后 网上曾流传着一组 周延毁容前后的对比照片 其巨大的反差 令人心惊 烧伤之前 这个16岁的女孩 刚刚过完生日 心里壮着很多梦想 她要竞选学生会主席 她想考一所好大学 她打算去西藏 当一名志愿者 然而所有的设想 都在四年前的那个瞬间 戛然而止了 2011年9月17日傍晚 周延正在家中看书时 她的手机忽然响了 打电话的是周延的初中同学 逃入坤 就一直不停地问我 问我说你在哪 你在家吗 我就骗她 我说我没有回家 我在学校里 在宿舍 就这个时候我就听到 上楼梯的那个声音 我就听到 那个通通通通的声音 基本上整个楼层里 就住的是老人啊 然后或者是一些大伯 大妈妈这样子 他们上楼不会那么大声音 我就猜肯定是她 案发后一些人的旁书暗示 陶如坤与周延曾是男女朋友关系 但周延本人对此完全不认同 称陶只是一名纠缠她的追求者 她就让我说 你不要去参加什么学生会 你也不要去上学 不要出去跟别人见面 然后也不能跟别人谈恋爱 然后男生什么朋友什么的 全都不能去交啊什么的 说话都不行 就让我待在家里 天天待在家里 我说 我就算是三年之后考不上大学 我也不可能跟你在一起 考上大学更不可能跟你在一起 此时二人的谈话陷入僵局 周延看到 陶如坤从随身携带的包中 拿出了一个饮料瓶 她当时没有表现出 特别生气的样子 我就没有特别在意 我以为她要喝饮料什么的 她就直接一步就跨到我面前来 直接从那个我头上 就把那个饮料瓶倒下来 那个里面的液体就倒在我身上 一股奇特的味道充斥鼻尖 据案发后警方调查 陶如坤的饮料瓶中 装满了事先准备好的大火机油 还没等周延反应过来 陶如坤猛的向前一步 用打火机将周延点燃了 忽然一下火就是轰的一声就起来了 我就一声尖叫就站起来了 就是捂着脸站起来的 我整个人全都在火光里 被火打跑给包围了 然后头上面冒的那个火都极尺高那种 很热 听得噼里啪啪那种声音 病毒发生的猝不及防 仅仅不到半分钟 周延已经烧上了一盘火球 正在厨房做饭的小姨听到惨叫 急忙出进屋 用被子将火扑灭 并拨打了120 昏昏沉沉间透过镜子 周延看到了一幅害人的景象 就是衣服全都烧得那种烂的那种 然后胳膊上还有脸上 然后头发全都卷起来了 就烧卷起来那种 然后脸上全都是黑色的 然后胳膊上面胸口全都是黑色 就像那种烧焦的那种人 我当时已经一时快换丧了 但是我还是被自己吓到了 被救护车送往医院后 周延彻底陷入昏迷 再次醒来一时十天后 直到看到浑身包裹的纱布 听到耳边传来滴滴的仪器声 周延才默然回忆起自己被烧伤的事实 然而此刻她最关心的 却不是自己的伤势 有个护士就忽然进来了 她就说你爸妈在外面 你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说吗 我帮你转达 然后我当时说的就说了两个 一个是不要告诉姥姥 她说还有吗 然后我就说请假 请假 还是小女孩最关心的事 上课考试 她说你放心 你要好好配合医生治疗 然后你就顶多就是缺一个月的课 回去你再好好努力补 然后我一直都以为这样 我一个月没事 对烧伤毫无概念的周延并不知道 自己刚刚和死神擦肩而过 诊断显示周延的头部 面部颈部 胸部等严重烧伤 一只耳朵也被烧掉 烧伤面积超过28% 烧伤程度达2度3度 经过七天七夜的抢救 周延才脱离了生命危险 随着治疗的进行 真正的折磨很快降临到她的头上 我的胳膊上 会和手钉满了一个个的钉子 然后那种钉子 在换药的时候需要拔下来 两个医生就把我的胳膊 一边一个打开了 他当时把我打开的那个胳膊之后 就是血肉模糊 看到自己的胳膊就像一个烤的山芋 然后那个皮是粥在外面那种 而且跟那个地瓜的颜色特别像 它每动一下你都会钻心地疼 是吧 不用动 不用动都会疼 打开的时候就已经 撕的就是那种特别疼 人家说实实连心呢 那种疼 周延的父母是合肥 某生产洗衣粉和牙膏的 日化企业的普通职工 虽然家境一般 但他们还是公女儿到合肥最好的私立中学读书 与陶汝坤的相识 就在这所学校 事发初期 民事赔偿尚未启动 医院的欠费通知单一次次催下来 周延父母一方面因高额治疗费捉襟见肘 一方面又担心女儿的案子无法得到公正处理 于是在2012年2月 事发5个月后 想到通过网络发出事件经过和向社会求援 然而这一举动 却出人意料的让周延陷入了 比伤情更为凶险复杂的 舆论漩涡 2012年2月24日 一则花季少女拒绝求爱 遭烧伤毁容 请广大网友救救我的孩子的帖子 在微博上发出后 立刻引发了广泛关注 周延毁容前后的对比照片震惊了无数网友 在媒体的跟进下 社会纷纷失以援手 几天之内周家收到捐款80万元 主动问候以及提供法律援助的电话 也纷纷打来 初期的外界反应 是一边倒的同情周延 谴责凶手 然而没过多久 舆论却出现了令周家人始料未及的反转 首先是网上一组周延与男生的亲密照片被人曝光 陶如昆的父亲也在微博上发帖 表示周桃二人原本是一对恋人 因周延另有男友 陶如昆不能妥善对待才实施伤害 就会听到班里面有人说我是他女朋友啊什么什么的 我就很纳闷我就说你们听谁说的 然后他说就是那个男孩自己说的呀 他并不是说就是单纯追求我 因为他是其实从事追了好多人 我可能跟他之前追的女孩不太一样 忽然出来一个人就是完全不是我控制 他可能就有点伤到自尊心或者就觉得不太正常 所以他就会一直就是想可能就是想制服我的那种感觉 他在同学面前就装作好像我跟他分好样子 他摟着我的时候我也不敢反抗 在所有公开场合周家人都对二人的亲密关系断然否认 然而民间于情主流 仍然不可控制的由同情与正义之声 向着当事人的情感隐私扭转而去 周延行为不检点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等说法 一时不绝于耳 所有人都会在说周延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应该得到这样的报应 而不在于我的伤情和我的案件 其实我觉得哪怕 哪怕的陶尔昆 他烧的不是我是另外一个人 或者那个人 曾经他做过什么事情 比如说他曾经是个小偷 他曾经抢劫 或者是做了一些让大家不齿的事情 那么陶尔昆烧了他 他就不用负责任了吗 他不需要赔偿吗 事后据一些媒体调查 陶尔昆在初中时曾热烈的追求周延 后来周延高一时转去其他学校 二人来往减少 但陶尔昆对周延依然非常痴情 事发前有人看到他经常在周延家楼下守候 是什么让陶尔昆动了恶念 9月17日案发前 两个少年有和具体的争执和内心的波澜 这一切依旧只能深藏在当事人的内心深处 而悲剧之后 舆论的二次伤害 则无疑带来了新的悲剧 烧伤毁容后 周延的心里也受到极大刺激 他甚至不敢回家 因为那会让他想起案发现场 而网络上的陌生人恶意 则更使他脆弱的内心血上加霜 周延患上了抑郁症 我不相信任何人 我甚至觉得我父母可能也会讨厌我 也许有一天他们觉得周延是个累赘 可能会抛弃我 就是对所有人包括对我自己都不信任 我会不停地质疑自己 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停地质疑自己 你究竟做了什么事 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毁掉的容颜 毁掉的青春 还有漫长而痛苦的后续治疗 周延看着一条条深红色的疤痕 像毒蛇一样 纵横交错地在身体上攀附开来 她陷入了彻底的恐慌和绝望 想跳楼 窗都打不开 那个时候是如果你的手没有力气 然后你的手不灵活 你是真的是连窗子都打不开 你就算是给我一个绳子 你让我上吊 我能扔上去吗 让你拿刀的我让你自己捅自己 你能捅好吗 你那刀的你都握不住 你怎么自杀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属于那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周延强烈地求死医院吓坏了家人 事发后母亲李聪辞掉了工作 全天候守在女儿的身边 为她泡药换药按摩 四年时间 李聪已由职业女性变成了全职陪护 她当时就一直帮我按摩脸眼睛那个地方 大拇指不能动 只能用那种巧劲去揉 清晰地揉 不能这样滑来滑去的那种 一天二十四小时 她除了就是戴上疤痕贴和头套之外的时间 全部都在按摩 所以我妈妈现在的大拇指就不行 很疼 每天都会疼 所以她一天长达十几个小时都在做这一个动作 对 包括晚上 有的时候我睡不着的时候 她也睡不着 母亲的状态让周炎意识到 再这样下去被毁掉的还有父母的后半生 这让她在绝望中生出一丝倔强 2012年5月 陶若昆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 与此同时 北京一家整形医院免费接受周炎 为她提供恢复与整形治疗 周炎的人生也开始了一场与命运的比赛 为了更好的取皮 直皮 医生在周炎的背部 腿部等处安装了扩张器 并定期注入胜利盐水 利用扩张处的皮肤修复拔痕 最多的时候 周炎身上一共埋了6个扩张器 为了不压坏他们 周炎发明了一种奇特的睡姿 你腿上有扩张器 你就不能左侧或右侧睡 你就只能平躺了睡 也保持那个腿不被 中间不被压到那个扩张器 但是你同时你又不能平躺 因为你后背还有一个 就是我妈说我那段时间就是一个很短的 拧巴的一个形状在睡觉 就是下半身尽量保持平躺那种正着的姿势 上半身又是拧过去一点的那种 把那边给空出来的姿势 特别拧巴 然后我妈说你真厉害 她说一开始说不敢睡觉 隔一个小时起来再看看我还是没有动 就是一晚上不动都行 制皮手术后 为了保持皮肤的稳定 周延需要在补皮处压上石膏 这让她在治疗中练就的忍耐能力 再次大幅度升起 就是大概有这么厚 这么厚的石膏 全部压在胸口 都在那个地方 就压到我不能喘气 你要平躺的那个地方被石板压着 不能动 一个月 还不可以说话 怎么抗拒那个想动的念头 因为越不能动人 越是会想要动 我就一直盯着那个床头的那个闹钟 过去五分钟了 过去十分钟了 就这么数 那这一天得多少个五分钟 就这么数过来的 所以就以至于 我有的时候就躺在床上 没事干的时候就看窗外的鸟 飞过来一只两只 就不停地数 然后导致后来我就 有好几只同样花色的鸟飞过来 我都能认识它们了 时至今日周妍已经做了十次大手术 尝遍了大大小小的各种酷刑 但是有一样东西她始终不敢面对 那就是自己的脸 一次在医生的建议下 周妍走出房门 去走廊里活动活动 我就刚开开房门 两个女孩 就从我面前就尖叫着 就看着我 就像就一边走一边 就叫那种什么鬼啊那种 就特别恐怖的 自从烧上之后 母亲收起了一切反光的东西 被女孩们的反应所刺激 周妍背着母亲 想方式法找出来一面镜子 这是她被毁容后 第一次看到自己 确实是 非常丑 可以说不能用丑来形容 是恐怖 当时 脖子上疤痕没有做 脸上疤痕也没有做 就是这些地方全都有凸起的 很难看 红的凹凸不停 感觉比电视剧里的厉害还好难看 特别吓人 然后那个是我受伤以后 第一次 因为自己恐怖 哭了 哭得整栋医院都被监醒了 同龄女孩的眼神 和自己可怕的脸 始终在周妍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她越来越害怕别人看自己的眼光 也害怕自己会吓到别人 更害怕亲朋好友的探视 即使母亲反复劝她出去见见外面的世界 周妍也只是在晚上医院熄灯后 才会和妈妈偷偷下楼 在住院部侧面的一块菜地活动 2014年 在亲友的劝说之下 也为了帮助自己锻炼手部 恢复活动能力 周妍终于答应一位志愿者 定期到医院来叫她画画 我是画一下 笔掉一下 就是不停地尖笔尖笔尖笔 其实我以前不喜欢画画 真的一点都不喜欢 让我去接触一个自己完全不喜欢的东西 然后你还不停地掉笔 就是有一种很挫败 很无奈的感觉 我跟我老师说 我说我在 我在努力地跟我的画画 跟我的画比谈恋爱 我在努力地爱上她 在反复的练习中 周妍的手指逐渐灵活 不经意间 她心中灰暗的世界 也悄然改变了 她会给你一种感觉 就是可能学画的人 比其他人更容易发现美 可能我以前看我自己 就会盯着我的疤痕看 盯着我的疤痕 我就觉得 全身都是疤痕 但是现在我可能会看到自己 比如说眼睛 眼睛会看到 鼻子会看到 就是一些更好的皮肤的地方 我会看见 2014年8月 志愿者帮周妍联系了一间免费的画室 希望她能和同龄人一起学画 到底是走出去看看 还是继续过一个人躲起来的生活 周妍陷入了动摇 左右为难之际 一段视频激发了她的勇气 周妍的偶像 台湾女星任佳轩 曾经和周妍有着相似的经历 她在一次拍戏中被大火烧伤 容貌对于一个演艺明星而言至关重要 而视频中 舞台上的任佳轩却毫无遮挡地 将自己的伤疤暴露给所有观众 因为尤其到夏天 我其实遮不住我手上的疤痕 我腿可能遮得住 但是我手我遮不住 我会看别人的时候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搜寻到 你在看我的疤痕 回到家一开始都会很难过 我会觉得 她为什么不看我的眼睛 她为什么不听我讲话 而是先看我的疤痕这样 但是后来我发现 嗯 当我有一天 我不觉得 这个疤痕在我身上 是多么负担的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怎么就看不到别人在看他们了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转变 你知道吗 这是也许其实是我自己心里变的 因为我相信人家在看的时候 其实还是一样的 只是我面对他们的心态不一样 其实我喜欢的第一个明星就是Celina 因为小的时候我就当时想 如果长大了以后可以变成像她那样的 又温柔又漂亮的女孩多好 她会唱歌 然后后来她忽然受伤了 我就想她以后怎么面对媒体 怎么面对以前的粉丝 我想这些问题 结果我还没有想到很清楚的时候 我没有给她一个解答 没有给我自己一个解答的时候 我就受伤了 然后就开始变成我自己的问题 我怎么去面对这个社会 面对我身边的人 偶像坦然面对自己的心态 给了周延巨大的力量 她终于决定不再逃避 2014年8月 周延第一次走出困熟两年的医院 剩下的街头 这个戴着围巾和长手套 却依旧盖不住累累疤痕的女孩 顿时引起了路人的注意 在地铁上会有人就是盯你 他们就会盯着你一直看一直看 就是哪怕我左右都躲 躲着她的目光 她都会不停地转变方向去看你 不是那种偷偷瞄你一眼 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你看 这种眼光就会让人很不舒服 特别难受 然后就感觉就恨不得这里有个洞 就能钻进去 就想躲避 2015年 过完20岁的生日 周延想着将来自己总要谋生 自食其力 于是她来到一家图书馆 试着找一份坚持 我去应聘的时候 所有的人全部不工作了 停下手中的活 就是那种很惊恐的眼神看着我 然后他们可能会觉得 你是来干嘛的 你为什么来这里 然后我就说我要应聘 他们的眼神就会有点 讥讽 嘲笑 觉得你凭什么来应聘 就是这样 哪怕我 甚至我后来要求 做的是一个 搬运的工作 都没有办法 初次求职的受挫 令周延意识到 在这个看脸的世界 她可能永远都不会被当做一个正常人对待 包括工作 也包括爱情 这渐渐习为常的异样眼光 也让她的心里疲适了起来 目前自己唯一能做的 也许只能是变得更强更好 如今周延不仅不再刻意遮挡面部 每次出门她还要精心打扮一番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 她还开了一家专卖护肤品的微店 周延说 之前她活着就是为了家人 为了帮助她的人 而现在她要为自己而活 因为自己值得拥有更好的人生 想到未来的路的时候 会是觉得有可能是难的吗 还是觉得是很 其实是很兴奋的 会难 但是感觉越难越兴奋 我就是现在有个习惯 就是我遇到了一个非常难解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惯我就像闯不过去了一样 然后我就闭上眼睛想一想 没有关系 没准前面还有个更难的呢 留点眼泪给以后吧 先别在这哭 就是不要太纠结于这个 就是没准你今天觉得难 明天忽然解决了 你现在还会问自己吗 为什么我的命运是这样 我现在问自己 你为什么后号老不进步